嘉義空軍基地為了慶祝814勝利75週年 在今天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 總統馬英九也立臨現場 活動除了有雷虎小組的飛行特技表演 還有二代戰機的飛行操演 另外在三軍儀隊服役的藝人名道 也首度獻出了處女秀 表現如何呢 一起來看看 結合韓陸中的三軍儀隊帥氣現身 四周立刻被民眾包圍 更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穿著鐵灰色制服 站在陸軍儀隊中的藝人名道 首度獻出超強處女秀 第一次加入團體超強 名道表情相當嚴肅 舉手投足小心翼翼 走位時眼睛不時瞄向地下 偶爾拋槍的動作還會搶拍 儘管動作不像其他人那麼到位 但以菜鳥身份能夠表演完整套超強術 已經相當不容易 民眾也暴影熱烈掌聲 嘉義空機基地為慶祝814勝利75周年 特地將國慶日才有的表演 全部搬到嘉義來 雷虎小組帶著藍白 紅 煙霧 華麗登場 奇蹟一體在高空中不斷變化對型 三十分鐘的特技表演讓民眾大呼過癮 肩負吊掛救人任務的S拐洞西海歐直升機 F-16 ITF 幻象2000的二代戰機也全部出籠 敵空衝場震撼全場 中央馬英九也力臨現場拿著望遠鏡仔細觀看 並且強調軍備的重要性 無論兩岸關係如何的發展 即使是非常得晚 我們還是要能夠做好相關的防禦工作 儘管天空時情時雨 上萬名民眾撐著閃 也要把握難得近距離接觸 各項空軍裝備的機會 民視新聞 李彥杰 嘉義謙報道